没错 今天我是来看你跟大嫂的 正好他们两个也在 我就一块修理了 因为他就跟你一样 看不起我 他们也看不起凯英 爸 我们回去吧 对不起 打扰各位了 什么时候轮到你发号神灵了 你给我闭嘴 乖乖站着 杨明 你放过凯英吧 我来是要让你们知道 过去你们一个一个狗眼看人低 现在报应快到了 你们就快倒大霉了 我们王氏父子 就快绝地大反击了 王先生 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不客气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我们都很欣赏凯英 我们没有看不起他 是啊 凯英是一个很体贴 有礼貌 而且对我们长辈 也很尊重 是个好孩子 是啊 杨明 我们从小看着凯英长大 他是一个本性非常善良的孩子 是因为你 不许他这样 不许他那样 要控制他那样 要控制他这样 你到底 你们说够了没有 说来说去 就在怪我这个做父亲的 不但没把凯英交好 还把他带坏是吗 你自己知道就好 我告诉你们 我再怎么插戒 也没有礼金和离谱 你看 李俊燕不认自己的父亲 还把他母亲 带到厦门来 开一间破店 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 王阳明 有时再胡说八道的话 我请你马上离开 放心 我把话说完 我自然就走人 我还要补充一句 要是李俊燕是我儿子 我不想看他长大 从小我就把他捏死 你 爸 我求你不要再说了 你有什么想告诉李伯伯的 你赶快说清楚 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人生攻击了 王凯英 你不闭嘴 有人拿你当哑巴吗 大哥 我跟你大半辈子 也受你打压了大半辈子 你让我在大家面前 抬不起头了 永远当个老二 你还好意思讲 你的品德跟才能 根本就比不上总裁 现在 你无声无携 离开下一集团 抛弃了你那些所谓的家人 只为了回到大嫂的身边 大哥 你这种不爱江山 只爱美人的伟大情操 我真是感到无限的佩服 我不需要你对我佩服 我也不需要向你 做任何的解释 所以你要不要解释 我也不想知道 总而言之 今天我来 我是正式通知你 从今以后 你不是下一集团的总裁 都是什么时候了 你觉得金河 他还会再跟你计较 谁是总裁这个位置吗 杨明 你未免太自台身价了吧 是不是自台身价 以后你就会知道 李金河 以后 我要给你多少退休金 还是要让你净身出户 你得看我的脸色 还有 你跟赵天心的表现了 很抱歉 我话说完了 又打扰到各位的地方 真的很不好意思 凯英 走了 李伯伯 阿姨 对不起 我真的感到非常地抱歉 让你们受我爸这样的侮辱 真的很对不起 我们怎能任由王阳明这样子来糟蹋凯英呢 一个好好的孩子 没有妈妈已经很可怜了 还有这种狼心狗肺的老爸 硬要让自己的孩子走邪路 不管王阳明 接下来会怎么做 我一定会拉凯英一把 让他远离王阳明 我也不会让天心 平白地受到波及 玉飞 玉飞 双离王阳明 就给您看 里 Woods 你们 そう 我不 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